OK 这一节开始我们讲一下CycleLights 即上几节吧 讲完了MyCycle之后呢 我们继续介绍这个CycleLights 把CycleLights和MyCycle是有紧密关系的 就是MyCycle是我们作为一个数据存储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数据库对吧 那真正执行数据的增长改查 以及设置外界以及连表查询的操作呢 我们上一节已经讲了 可以通过Cycle语句来去做 用Cycle语句来去做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我们平常 系统中比较常用的一些增长改查 或者说一些连表查询的操作呢 都会比较繁琐 就是我们还有计每个Cycle语句对吧 第一个是比较繁琐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我们手动去执行创建数据表 以及手动执行查询 手动执行查询 就难免保证数据的一个致性 以及数据的一个安全性 比如说我们查询一些工具代码 查询一些所谓的那个Cycle语句 这个都是没法避免的 需要人工去避免对吧 我们最好是什么 最好是有一个工具的一个库呢 能帮助我们通过API的形式 去完成这些操作 那又比较好了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介绍的CycleLens CycleLens呢 它是一个ORM工具 我们所说的ORM呢 就是Object Relational Mapping 就是对象关系映射 对象关系映射 映射到什么地方去呢 就映射到数据库里面去 对吧 也就是说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Mapping 就是映射到数据库 然后呢 是通过对象关系的形式 映射过去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一般的 操作对象的方式 去操作数据库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 省很多的成本 对吧 而且能让我们的 基本的API 作为封装之后呢 比较规范 我们程序的一个设计和结构 至于怎么去映射 怎么去操作的呢 我们后面会慢慢演示 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抛出来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目录呢 就是先去建模 所谓建模就是说 我们先通过一个数据模型 通过一个对象的形式 建完模之后 当然也包括我们之前 讲的这个外界 建完模之后呢 我们也给它同步到 数据库里面去 这样的话就是 代替我们之前建数据表 那个过程啊 我们之前建数据表 还得自己建立 还得自己选择数据类型 对吧 还得自己设主件 这个挺麻烦的 如果这一部分都是 人动操作的 如果是哪个地方 操作不到位呢 可能会造成一些 连续反应的影响 我们通过这种建模的方式 就会轻松很多 然后呢 是资产改查 就是我们建完模之后 有了数据表了 有了模型了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 进行资产改查 资产改查也是通过一个 对象的API的形式 而且过Java Java这个语言 如果是学完之后呢 Java它本身也是一门语言 对吧 像PASA一样 像CIA加像GS一样 也是一门语言 那学完Java之后呢 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那个Spring MVC框架 加那个Hybernate工具 做一些系统 对吧 所谓的Spring MVC呢 当然这个大家不知道 没关系 我在这儿先扯一下 Spring MVC 它是一个MVC框架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讲的 那个COR2的框架 Hybernate呢 就是O2M模型 也就是说 它要操作数据库 通过Hybernate的操作 那对于我们这儿来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用COR2 作为服务者的一个框架 对吧 然后用COR2LINE 作为一个O2M的框架 当然ModelJS里面 O2M的框架 或者说工具 也不止COR2LINE 这一个 它有很多个 像还有一个叫什么 Waterline的一个工具 当然我们最常用 也是最好用的一个工具呢 那肯定就是 手推这个COR2LINE 这个工具了 OK 那既然说 我们刚刚说到Java里面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 3MVC加Hybernate 这一套组合 可见这个ORM工具 在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说我们这块呢 必须要详细的 而且要深入的理解 必须全面的来掌握 当然掌握COR2LINE的一些知识呢 必须有MyCOR2LINE的一些知识的基础 所以说我们 为什么前面几小节 那么到了经历去讲MyCOR2LINE 虽然说我们在系统中 不会直接去用MyCOR2LINE的一些 键表啊 一些查询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 因为它是我们操作 COR2LINE的一个基础 OK 那我们继续啊 我们简单先谈看一下 这个ORM 就是这个对象关系性设的几个要点 第一个呢 就是数据表 我们用GS的模型来代替 就是数据表嘛 数据表我们在之前建的时候 它类似于一个Excel表 对吧 需要我们手动去建 每一列的名称啊 类型啊 以及其他的信息啊 在GS中呢 我们可以 这些信息 我们都可以通过一个模型的形式来表示 对吧 然后建完之后呢 我们再通过这个Sclare的工具 把我们所要的模型 同步为一个数据表 然后记录 所谓记录就是行数 就是一行 一行数据 一条或多条记录 不管是一条还是多条 都用GS中的一个对象 或者数组来代替 比如说一条记录 我们上一节 用Select的语句来查一条记录的时候呢 能查出 比如说一个博客 对吧 一条博客 有博客的标题 博客的内容 博客的创建者 对吧 那GS呢 我们就可以用对象来代替 比如说一个对象里面属性 或者标题是什么 博客内容是什么 等等这些 当然如果多条呢 我们只能通过一个数据来代替 对吧 OK 那Select的语句呢 然后就用对象的方法去代替 这个对象的方法 肯定是要依赖于模型的 因为我们有了模型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模型的一些 比如说创建啊 更新啊 删除啊 查找啊 这些API这些方法 去代替Select的语句 OK 我们走进来之后 看一下左侧 我们一条怎么都有个凳号 对吧 凳号左侧上数据表 上记录 像Select的语句 都是我们常规操作 MySelect或数据库的一些方式 Use呢 就是我们GS的一些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用ORM工具的一些方式 对吧 我们的模型啊 我们的对象数组 及我们的方法 API这些 特别是作为我们前端开发人员 因为用NordaGS的 大门都是前端开发人员 也不是 大家对数据库呢 肯定没有后端开发人员 了解那么的深入 对吧 如果说我们用ORM工具来操作 那肯定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事情 对吧 更加讲话了我们的操作 而且更加一致性的操作 也避免我们犯错误 对吧 因为它这个工具 都已经给集成过了啊 所以说 这个ORM工具 给我们的实际开发 带来很多便利 而且在实际的项目开发中 基本上一个中型以上的系统 没有人会去 直接写SQL语句 去操作数据库啊 一般都是通过ORM的方式操作啊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就直接演示就行了 因为再把下载 用PPT讲 就越讲越糊涂了 好 演示呢 我们这个地方 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SQLizeTest 然后这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啊 看一下我们node的版本是V10 再啰嗦一句啊 就是你的node的版本 一定要大约等于8.0啊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课跑不起来 我们建了这个文件夹之后呢 我们用VSCode打开这个文件夹 当然里面什么都没有 对吧 OK 接下来我们就处理化 一个npm的环境哈 npm init-quire OK 完事之后 它就创建了一个 package.json的专件 这是成维操作 对吧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需要安装两个酷 第一个酷呢 叫MySQL 第二个酷呢 就是我们SQLize 它这一直提示 我网络有问题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我这儿网络 直接访问npmgs.com的 这个域名有问题 所以说 根据之前的经验 我们可以在淘宝的 这个镜像里面 把代理的这个地址 拷过来 然后我们 我复制了没有 好复制 我们安装的时候 把这个地址给粘上 当然你那儿的网络 不一定有问题啊 如果没有问题 你就直接用我刚才那种方式 来安装就可以了 OK 安装完之后呢 看一下我们的 开发环境下 其实就已经有了 这里面已经安装上了 我们这两个必要的工具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下 这个MySQL 2 MySQL 2其实是代替了 我们这儿是代替了 那个MySQL的工具 MySQL的工具呢 就是none.js 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环境 让MySQL是另外一个 独立的环境 肯定是需要工具 来操作MySQL的 MySQL 2其实就是 MySQL代替的一个产品 就是API更加简洁一些 效率会更加高一些 其实你用哪个都可以 不管用哪个 你就直接去里面 去查就好了 就是这个是MySQL的工具 我们在上一个 我用的JS课中 是用的这个工具 还有个MySQL 2的工具 其实都差不多 用起来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们这儿 就以这个MySQL 2的 这个工具来操作就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安装了 MySQL 2之后 可以看一下 这是引用这个MySQL 2 然后创建一个连接 创建连接的时候 其实就是填着host 填着root 填着database 就是跟我们 用那个workbench 来创建连接是一样的 创建完连接之后呢 就可以执行这个dequery dequery里面呢 可以输入一个cycle语句 对吧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cycle语句 然后它就会返回一个结果 结果里面这个result 就是我们查新的这个结果 当然如果有错误 它会返回一个error 这就是我们 通过这几个代码 你就看出来 如果不用我们所说的 这个cycleize 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ORM工具 那我们操作数据库 一般就是这种方式 来操作 就是每一个都写个cycle语句 这个其实挺麻烦的 OK 既然说它麻烦 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用cycleize 到底是怎么样 简单起来 对吧 当然 你用cycleize 肯定要按一个cycleize 对吧 cycleize里面 因为我们cycleize 操作的是mycycle 所以说我们要把 mycycle2给安装上 OK 那按例呢 我们下面建一个 src的文件夹 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先建一个 cycleize的文件 就叫seq.js 简写一下 好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需要处理化 我们那个cycleize的 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用了cycleize 对吧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cycleize 到底是怎么 先把这个数据库 给连接上 然后我们 先去引用一下 好 引用完之后呢 然后我们建一个连接 这是引用的地址 对吧 这个相对于 构造函数啊 然后我们去建一个实例 cycle 简写一下 然后neo cycleize 这里面我们需要传一些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数据库的名字 数据库的名字 其实我们看一下 workbench里面 我重新进一下吧 OK 数据库的名字是 car2 微博 db 就是这个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 用户名就是root 第三个呢 就是密码 密码 我这的密码 是mysycle-2018 OK 这是三个参数啊 这是三个参数 数据库的名字 然后用户名和密码 再加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 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host 就是我们需要连哪个host 那就是localhost 对吧 然后dialyte dialyte就是说 我们要连什么样的 类型的数据库 OK 因为我们cycleize 它这个工具呢 是nodgis 一个orm工具 它不一定只操作mysycle 它可以操作其他的数据库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要申明一下 我们这个用户名是mysycle 好 这样的话 其实modelirxpulse 我们把这个实例 给输出出来 然后就结束了 对吧 为了我们看得稍微方便一些 可以把这个 给它写成一个 挺fag的一个变量 OK 那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呢 这个就是输出了一个 siculad的实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用siculad的实例 进行我们的模型的创建 以及查询等操作 对吧 好 那建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先测试一下连接 这样你写上了 你的用户名码 对吧 到底是能不能连接成功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吧 好 我们写测试连接 测试连接呢 就用cycle. 用这个authenticate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所以说我们直接去 then就可以了 then里面第一个函数 给你promise的规则 那肯定就是成功的 一个规则函数 对吧 第二个函数 我们就不设定第二个函数 直接写catch吧 catch里面呢 肯定就是错误 对吧 OK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运行一下 那就直接node src sacolize 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儿好像有个xpos 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xpos 给它注释掉 就是我们直接创建一个实例 然后测试连接就可以了 把它放到下面吧 好 保存 平行一下 好 这儿返回的是一个OK 对吧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程序 一直挂摆中 它不会退出 这个时候我们 想着给它退出啊 为什么不会退出呢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库 连接完之后 它是要准备让你 操作数据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连接 会一直保持建立着 在客户环境下 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去连接 这种方式呢 我们先提前说一下 它是比较简单粗暴的 就是适合于开发环境 我们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就可以保持这个连接 一直不断开 然后让我们操作数据 但是在生产环境下呢 我们这个地方要加入一个连接池 我们最后再去讲这个事情 我们先用这个开发环境的连接呢 先把这个三大改查 什么建模 等这些东西操作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一下 怎么在生产环境下 用连接池 连接池 为什么要用连接池 我们最后再讲一下 那这儿呢 我们测试完之后 再把注释掉 然后我们把这个实例呢 给它收入出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用这个实例去建模 以及增速量改查